21号美国助力国防部长邦半施散德在出席北京香山论坛时表示 美国未寻求与中国脱钩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表示对于中美这两个互相依存如此深厚的国家 要彼此脱钩和关门既不理智也不现实 正如中方多次指出的那样 对于中美这两个经济规模如此庞大 相互依存如此深厚的国家 双方要彼此的脱钩或者关门既不理智也不现实 与中国脱钩就是于机遇脱钩 与未来脱钩 我们相信对于这个道理美方是清楚的 华春莹重申 开放融合是正确方向 中国正在不断扩大对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的开放 同时也希望美国对中国敞开大门 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期待 对于这些人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开放